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爾斯 今天呢查爾斯來到了高雄 怎麼會有這個行程 就是臨時起義的 我昨天晚上才決定要這樣衝的 然後上網很快的就是訂了車票還有我的住宿 然後就早今天早上就很早就出發了 然後坐了五個小時的志強號到高雄 我決定回去的時候要坐高鐵 太久了 所以接下來幾天呢查爾斯就會坐著高雄捷運 你知道在市區裡面閒晃 沒有安排特別的行程 那高雄這個地方我好久好久沒有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很難跨過台中這樣 我在1月份的時候有去到台南 已經是差不多緊繃了這樣 然後可能嘉義吧 然後這一次是殺到高雄來 我不知道我覺得好久沒有來高雄了 然後又覺得高雄是一個你很熟悉 可是卻很陌生的城市 我可能幾大概兩年三年我就可能去到東京 或者是去曼谷 可是明明就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卻很少有機會來到高雄 所以我這一次就臨時起義殺到高雄 所以接下來呢就跟查爾斯一起看 我這兩天在高雄玩什麼吃什麼看什麼 好的你們可以現在看到查爾斯在的地方呢 是我這兩天要入住的地方 家和商旅 因為剛剛外面實在是太熱了 我不想要在路邊做那個開場 所以我就決定先check in 再來錄這個開場 OK 那這個家和商旅是我昨天晚上你知道 很臨時的時候找 然後我就滑一下筆架網 我就跳出來這個價錢實在讓我太 其實有點心動了你知道 我本來還有一點猶豫說我到底要不要來高雄這樣一趟 那後來看到這個飯店的各種種種種 我等一下會列出來給大家 就是這個家和商旅它位於高雄火車站的周邊 那它是在後站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它的評價有8.3分 就是在8分以上我才會去訂它 因為走這種小隻旅遊啊 你通常找的那種商旅或者是住宿 絕對是要安全然後乾淨 或者是它的交通便利性要夠 所以8.3分加上它很多外籍旅客的評價都還不錯 我就決定可以列入考慮了 那另外一個很吸引我是說 在這樣的價錢裡面呢 它還有附早餐喔 哇是不是很不可思議 雖然我還不知道早餐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有附早餐這件事情就已經夠細 因為大部分你要在這樣的房價裡面找到有附早餐 然後交通便利性什麼的 像這樣子的 比較少比較難 所以這三點綜合下來就是你知道 很心動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來高雄的話 又可以試試看來這邊訂 那你知道在所謂的買票或者是訂房這種都會有找鳥票的時間 所以找鳥票都要好幾個月前可能會訂到比較便宜 可是因為那時間拉得太長 另外一種呢 像我昨天這樣子很臨時的這種叫做玩鳥優惠 你知道嗎 就我都已經要出發了 前一天晚上或者是 就是你知道它在訂 那個價錢就會折了很多 然後它可能還是會剩幾間空吧 可是你就可以搶到那個很優惠的價錢 好接下來呢 查爾斯就要來公布我這一間房間 一個雙人大床 然後有衛浴 它只是沒有浴缸這樣 我覺得也不需要 因為我出去大部分就是在外面閒晃 然後我之後回來睡覺而已 這樣子一個房間呢 總共要多少呢 就是955元 其實本來更低的 因為我剛滑到的時候好像是800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過了幾分鐘之後 它就跳到955 我當它覺得 哇擦賽不訂不行啊 所以就趕快先訂了 而且它可以 免費的取消 然後你不用付任何的訂金 就是 你人到了現場 再付款就可以了 哇 這個實在是一個很棒的優惠 我想現在是 住宿都有這樣子的 一個方案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比較 多多的去參考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查爾斯稍坐休息之後 我就要坐著捷運到處趴趴夠囉 查爾斯現在來到的是 高雄捷運有名的美麗島站 在這個窮頂大廳 哇 哇 我突然覺得我好像 真的很像觀光客耶 就是明明都在台灣 可是因為不同的捷運系統 所以我覺得好像出國一樣 然後 看一下 很幸運的查爾斯 坐到小丸子列車 連那個廣播都有小丸子喔 你看看整台車 車廂 連發送也有 好像在日本一樣 可是明明就在台灣對不對 在我後面的是古山渡船頭 然後剛剛出了捷運站 大概要走個五分鐘就會到這裡 然後身為一個死觀光客 我現在就在找那個入口 去哪裡 喔 看到了 應該就在我後面這邊 再一趟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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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聊天 好晚安 好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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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就是阳光跟沙灘 你觉得能不去吗 还是边讲边抖鞋子 很诱人耶 感觉就是很想去 然后我打算 还好我那个因为天气热 所以我身上就有随身 携带毛巾 所以我只要把鞋子 背在那个背包里面应该就可以了 天哪 太刺激了吧 可是出来玩就是要这样 还好我今天背后背包 而且是那种便宜的 哈哈 哈哈 那我 Let's go Let's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超赞的 我真的把鞋子脱了 就走到这里 嗚嗚 好 就是被浪這樣子 打遮打遮也是挺好玩的啦 而且我沒有塗防曬 應該等一下就是脫皮般 但是在海淡上面走真的 心情非常的好這樣 看看遠方啊 有船啊 然後有人在玩 這種時間真的是很難得 我已經 蠻久一陣時間沒有這種自己 跑一個很遠的地方 通常都會有兩三個朋友一起去這樣 然後自己一個人 很久了 我人生很難得的經驗 是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坐在那個 紐約的洛克斐洛中心上面 四個鐘頭 我就看著曼哈頓這樣 然後從 黃昏 然後到晚上燈亮起來 然後帝國大廈就是聳立在我前面 好 那個四個小時 大概是我人生非常難得的經驗 對 我覺得超棒的 所以很享受這種一個人 旅遊的時間 Good 在拍三個小時 鉄道 動工 查爾斯現在要去的地方 是在捷運的巨蛋站 然後因為這個 我本來要去的是六合夜市 結果沒想到被當地人打槍 他們說六合夜市 遜掉了 要來瑞峰夜市 而且比 那個 比六合夜市好逛 所以呢 我就有臨時轉換路線 我現在要去的是瑞峰夜市 OK We will see 畢竟我常去士林夜市嘛對不對 還有什麼 饒河夜市那些 我們就看看 可是我覺得應該 既然反正也在台灣 賣的東西應該也差不多 畢竟我去到日本後來發現 有些東西台灣也有賣 所以 不會抱太大的期待值啦 但是還是可以走走看看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特色 我們希望再次知道 都會98-17 烘落的 健康 就算是基stair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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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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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